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鑽魚 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消息 據報 話說在中環有一輛私家車連撞兩輛巴士 當中竟然有四男一女連輛私家車都不要再挑上另一輛的士想逃走 當時的士司機是怎樣做的呢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的進展 據報昨天內地新被注射冰毒再遭到棄屍那件事 今天是提堂 最新的情況如何呢 其中一個被告只有20歲 據報讀護理系 是怎樣的進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據報 戲院票房創了20年以來的新低 據報 影業協會的紅組聲有回應 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說下去之前 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鑽魚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的質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中環私家車連撞兩格巴士 四男一女就連車都不要再跳上的士 但遭到他載 逃跑就逃跑 報導的內文提到 今天12月28日上午7時多 有一部黑色的豐田私家車 圓民光街東行日 使至6號碼頭對開迴旋處的時間 先後撞到一格城巴 還有一格九巴 兩格巴士分別車尾和右邊車頭都損毀 幸好無人受傷 車頭奔把是凹陷脫 車上五個人連車都不要逃走 打算截的士離開 但醒目的的士司機 察覺異樣拒絕開車 定致電報警 最終各人下車徒步逃走 警方正在展開追查 聖州的的士司機在場就說 私家車上有四男一女 其中一名男子是中國籍 其餘的都是印巴籍 司機就沒有見到撞車的一刻 只是目擊他們由私家車下車 走到的士站截車 心感可疑 司機就說 沒有說去哪裡 我只是說我是不會開車的 司機指各人都沒有明顯的傷勢 但應該是喝過酒 雲陀陀的 其中一個人就沒有上的士 就說 我打算用車來攔住他 但他就跌在我的車旁邊 最後車上的四個人都離開的士 全部逃步逃跑 警方在場搜查私家車上有不少雜物 暫未發現為禁物品 驗證聯絡車主展開追查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想不到四男一女撞到巴士過後 不是在現場處理事件 而是打算逃跑 當中看到的士就折 上了的士過後司機不開車 也不知道你們在搞甚麼 結果四男一女落地逃跑 結果據報現在警方在找車主 這麼大輛車 沒理由找不到車主是誰 事件還是有待調查當中 另外也講解這單消息的進展 內地生疑似被注射冰毒 遭到棄事的三名男子被控誤殺等罪名 警方在找另外兩個在途人士 報導的內文提到 內地來港的南碩士在上星期六 12月23日 被發現俄斯粉嶺圍村裏面的空地 警方調查過後發現 他涉嫌前一晚參與毒品派對 疑似被人注射冰毒過後棄屍 事後三名男子涉案被捕 分別被控誤殺 阻止埋葬屍體和犯毒罪 案件在今天12月28日在粉嶺法院提堂 控方申請暫時無需答辯 押後案件到3月21日再訊 以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包括化驗手證 翻查閉路電視和尋找兩名在途人士 當中被告關永賢51歲保安員 鄭家富20歲護理系一年級學生 還有鄭思仲62歲無業 同被控阻止埋葬屍體罪 以上來自HK01最新報導 事件最新發展提到今天提堂 幾個人暫被控誤殺等罪名 當中年紀最輕20歲的護理系一年級學生 事件樸縮迷你 當時究竟是怎樣發生整個過程暫時未知 還要有待進一步的資料 另外有兩個人仍然在途 另外也轉體一下本地的和經濟都可能有關的情況 根據HK01的報導 戲院票房20年的新低 影業協會紅組聲就說 想不到差得那麼緊要 報導機內問題到了 這個聖誕當期香港戲院票房總收入 大約2000萬元 按年跌四成 創了20年以來的新低 香港影業協會理事長紅組聲 今天12月28日形容 是香港影業最慘淡的一年 他就說想不到會差得那麼緊要 他指出港人不想熱潮對票房有影響 疫情過後首過聖誕節 說港人外出旅遊影響更大 就說不只大人 是一家大大小小都出去了旅行 影業協會和戲院商會就說 平安夜12月24日到星期二12月26日的聖誕當期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的數據顯示 中西票房總收入 是約1,900多萬 遠低於去年的3,200多萬 跌幅足足四成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近20年以來 聖誕當期票房的新低 計算疫情 那時候票房難度比今年還高 今年特別差 說中外票房全加了 結果今天就是 相關的協會都有回應 真的想不到差得那麼緊要 他們歸咎於可能很多人外游 當然除了外游之外有很多因素 正如大家說 外游很多人也好 還有幾百萬人在香港 為什麼消費力會那麼低 或者不想消費呢 一定另有原因 所以還是那一句 未來的財政預算案 若然不針對這個情況 的話 即是扶貧措施 或者一些利民紓困措施的話 估計情況 去到2024年一定會更加嚴重 另外也轉一下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旅遊 去到餐廳 想著喝杯水 驚釋真相之後 就覺得自己很丟臉 那杯水有什麼特別呢 報導的內容提到 這位內地女子 在小紅書 在香港很丟臉 為提發帖文 分享這次 在香港旅遊的尷尬經歷 他當日在香港 走到一間茶餐廳吃飯 看到桌面 茶杯有水 就喝了一半 雖然隔壁的顧客不時看他 但他不以為以和 怎知之後 就發現那杯水的真實用途 其實是用來洗餐具 令到他直呼 真是刁面刁到香港 他就說 隔壁桌的人 為何經常看著我的 我就想 這杯水應該用來喝的 我喝了一半 再看看別人的桌 原來別人全部 都是用這杯水 來洗餐具 真是好丟臉 鐵文印尼網友的熱烈討論 紛紛安慰時主 就說 謝謝你 如果不是 我都會喝的 估計是內地的網友 也都說 有些人就說 其實都是用來喝的 洗餐具 只不過是香港人的習慣 都不算丟臉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脆文一則 話說這個內地女子來到香港 在茶餐廳吃東西 打算喝水 喝了一半 結果發現 每個人都拿杯水來洗餐具 那這杯水是否不應該喝呢 其實又不是 只不過是香港人的其中一個習慣 因為說那杯水可以喝的 不過當你看到全餐廳 每個人都拿來洗餐具的話 內地女子害怕 於是寫上小紅書 那小紅書的廣大內地網友也都說 多謝你提醒 原來那杯水是不能喝的 結果事件鬧大 有些香港網友幫忙解釋 就說不是 杯水是不能喝的 另外也都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天水圍樂湖居用滅失彈的時間無宴 惹來火警的驚雲 報道機內文提到 今天12月28日上午8點多 天水圍天湖路樂湖居一個單位 有煙霧出來 鄰居健壯擔心起火焚雜 於是報警 消防到場拍門無果 破門而入 發現虛驚一場 屋裡原來有人放下滅失彈過口 就走了去 其後聯絡到屋主跟進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虛驚說話說應該要滅失 開了滅失彈 滅失彈的全屋都是煙 旁邊屋見到以為火燭 於是報警 消防破門而入 最終證實虛驚一場 我是曠正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